来 我们现在来看看脚头间的单位 这个是11楼 11楼 单位11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是脚头间的 就是外面它有一个小区 你可以放你的那个厨 然后旁边其实这个就是放鞋子的地方 鞋架来的 学家来的都已经是做好的 然后我们进去单位看看里面 这个房子呢 是脚头间 是三间房间 然后一个客厅 这个是外面的卫生间 这个就是它的厨房 所以房是进装的时候 因为它是做好 包括它的那个厨具啊 然后那个冰箱啊 那个烤炉啊 煮东西的地方啊 全部都已经做好 大家注意看一下 因为它的那个地板呢 是用云石做的 客厅的地板是云石做的 所以质量特别好 这个就是那个洗衣的干的跟湿的部分 这里就是煮食的厨房来的 这个是放酒的 如果是大家是有喝些酒的话 这个地方是放那个酒的去了 这个就是它的客厅 有注意看到吗 它的高度是 是比起一般的公寓是来的高的 这是阳台 阳台望出去 就是它的风景 这个部分呢 主要是一个智能系统 这个智能系统啊 就是说 当你启动的时候 如果有客人来到的时候 你就可以联络楼下的那个 我们说是那个GAT的地方 保安系统 然后这个呢 这个架子呢 其实是有点像那个 储藏空间 储藏室 你就可以把东西储藏在里边 给拉回出来 然后来 我们来看看那个房子吧 这个就是房间 这是一个 其中的一间房间 它的衣橱是做好的 包括它的那个空调是做好的 地板是用木质的 但是它的那个外面的 外面的地板 客厅的是用雲石的 这个房间呢 就是我们说的master bedroom 主人房 主人房 它是有带这个 buff top 浴缸 这个是它的 全高度是整个 跟那个 我们提到它一样的 高度的那个 衣橱 这个就是master bedroom 主人房 主人房的 你可以看到它两边就是 因为它是角头间 所以它看到很多的 采光很好 然后它也可以看到夜景 这是另外一个卧室 所以它也是有那个落地玻璃窗的部分 第三间厕所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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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是 是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